《電影電視》 因為香港電視台的動畫、外購劇集都要配廣東話 方便香港觀眾看 而在七、八、十、九十年代的香港電影 集居其斗都是後期配音的製作 而很多今天的年輕觀眾都不太明白 為什麼要配音在香港電影裏面 但我從小聽到大的觀眾 就覺得因為這班這麼重要的配音精英 令到這些電影更加有娛樂性 而今天也很開心我請到一位 對我來說是相當熟悉又很親切的 一位配音的嘉賓來做這個專訪 但是在他未出現之前 大家先聽一下這把聲音 大家記不記得是哪位? 十里平湖雙滿天 全全青絲受華連 對月營丹望雙湖 紫善鴛鴦不善鮮 大家都很熟悉這把聲音 沒錯 就是善女一環裏的聶小善 就是賀錦華小姐 謝謝賀錦華姐 很感謝賀錦華姐來接受我的訪問 因為賀錦華姐是否很少做這些訪問呢 其實是的 因為我自己有另外一些 你可以說傳統 因為我覺得如果你是一個配音員 其實我們應該是真的躲在幕後的 如果你被人看到你的樣子 你當然和演員會是兩種不同的風格 人家會有一種疏離感 我很明白日本 他們會誰配誰 他們會打字幕出來 甚至乎現在可能內地都會是這樣 但是在我認為 如果你做配音的時間 你盡量躲在幕後也好一點 就算是我後期做廣播 我都會覺得 每個人對於聲音 是有自己的一種幻象 你會想 可能你聽我的聲音 你會覺得我應該很高的 有五尺六吋 但是 不是 我覺得五尺一吋 我會覺得 會和大家的幻象 破滅了 所以我比較少做訪問 我比較抗拒去做 我對上一次 是阿禎哥叫我幫忙 玩一玩 都是已經在說 好像有五年前 所以我會覺得 所以我會覺得 現在就沒有所謂 因為配音其實 你是在演繹著別人 因為配就是配 你不可以自己走出來 做主 所以我比較少 和我比較抗拒去做 我再近期聽到 才神到 譚演良那一套 我聽到 你配一張寓意的聲音 你做領辦 那個其實是這樣 因為那一套戲 其實我有一套戲的行政監製 當時也有找過一些人 看看可不可以配到這把聲音 但是阿禎出來 跟導演商量過 都覺得不太理想 所以就變成了 自己做完 我看了阿禎哥 很開心 誒 休息精魄聲 有意見 之後應該是幫阿禎哥 配了一套財神客棧 那次就說 有一位內地演員 他想 阿禎哥說 我一定不想你配 這樣嗎 好 沒所謂 因為大家認識這麼多年 都是一個前輩 所以我不是有幫忙去還 其實阿禎姐 可以問一下 除了我們最熟悉的 黃祖賢和休息精的發聲 你們經常配 那你大約 有沒有初六個 配過哪些女明星 你記得嗎 其實 你一提祖賢的階段 是屬於我 第二個配音階段 我第一個月是說配電影 即是不算TVB 配電影第一個階段的時候 應該是1977年 當時配的演員 最初就是李通明 哦 神標 小龍仔 動手動的 我還說你鬼上身 有配一位性感女神 陳維英 你不怕老婆爛嗎 不怕 即是第一個階段 有配過 壽姑王行秀 是 是 東夫片 是的 我們那個時候 就是各個年代 我記得第一個階段 我應該是配到 七九至八零年 之後就沒有配的 那時候主力就會在 香港電台 就會在話劇 和主持節目方面 真的在咪前 中間有配那一套 中間有配那一套 就是 但是那個真的屬於 一個很謠然的換票性質 哦 是 如果我第二個階段 就是這個階段 那個階段 也是有少許音測入錯的 我那時候在電台工作 都再展開另外一個階段 主要是學做幕後工作 那天第一天 就是趙玲芝 因為也是很資深的配音員 兼配音領班 他就打電話給我 他說我遇到一點點困難 他說因為導演需要一個 很生寶的聲音 即是很陌生 最近在電影沒有聽到聲音 但是又要有 很好的配音技巧 那我真的找不到人 我已經有幾個配過了 但是試了傳給他聽 他都不滿意 他說你可不介意 我可不可以幫忙 上來幫我試聲 因為在當時來說 在中國人的理念 等於你叫一個資深的演員 去試戲 即是人家會抗拒 等於你叫一個 當年都是做到某一個鬼的 一個配音員 你可不可以來試聲 其實當時他都覺得 有一點不好意思 那我不要緊 首先第一 我現在的正職 真的不是配音 第二件事 我說大家都很陌生 我沒有所謂的 如果試不對 我說不試不對 就試不對 這個都不是我做的工作 我說那好吧 我問你什麼時候 如果可以就做到今晚 我不行 那明晚呢 試完之後 然後徐克和小冬 在裡面 我看到都幾個長時間 浸完一輪之後 然後令姿姐就出來了 不好意思 你可不可以幫我學她這部戲 他們當然是選中了你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老實跟你說 我不是人 那我說 我說你什麼期 因為我電台工作的時候 都比較忙 我說都可以的 他可以配合你的時間 那行不行行不行 沒有好 就幫她配 配了之後 自此之後 才開始我配音階段 當時我都很清楚 為什麼我都會肯 就是因為 我很清楚電台 是我自己的一個事業 而這個是我自己的一個興趣 因為講到尾 我是喜歡廣播劇 和話劇和配音 或者廣播 就是廣播 當時我電台 我自己的要求 已經轉到幕後 我會知道哪一件事是我的事業的發展 哪一件事是我自己可以 用來調製一下自己的工作感覺 所以我逐漸再出來 有幫她 就是這樣 這個時期 你都陪了很多 陳雅麟 都很多 我記得陳雅麟 陳雅麟 關之林 張敏 豆豆 有時精 周慧文 鞏 鞏 好像兩套鞏 都是你陪 尚恩斗盛 和唐伯虎 對 你走開 我不想跟漢奸說話 你是唐伯虎 那就是官世人 尤其是試過 張敏和 邱淑貞 那時永勝年代 他們有時會撞街 那就是由 導演決定 這次究竟 配張敏 我記得好像 狼之一族 好像剛剛有兩人留下 你好像配周慧文 配周慧文 是完全撞街 對不起 我倆家姐是這樣的 你不要見怪 不要緊 你不是就行 我也是 拉尾前永強 有一套戲 《刀撞》 我不記得應該是《天龍八卜》 是拱離張敏 林青霞 就是追隨此類 就是這樣 我也出名 硬頸 想不到你比我還硬頸 林青霞 就是第一集的《東方不凡》 對 讓我帶領苗人統治漢狗 那我可以名流青史 那第二集 我居然是撞街 對 第二集撞街 我電台 剛剛第一次 叫做 什麼正 做十大中文金曲頒獎典禮的 producer 所以我 真的 不行了 阿華貞 你除了配音 你有很多身份 但我想說回 你最初入行 你是不是 入了一個配音 的訓練班 記不記得 那時候 就是在1975年的時候 他們剛剛配音組 換了一位新的主管 我還記得名字 叫做陳厚全先生 那時候 當時我們不知道 我就看到 好像是TVB週刊 有報紙類似 就說 招考配音藝員 如果你有廣播經驗 廣播受訓 那你就可以來報名了 那當時我是沒有的 我在讀書之後 我寫過一封信 去香港電台 《無水節節》 我想進來做播音 很淡 很淡 但是沒有收到我 那我就正在在 我沒得報 沒得考 我當時的歌唱老師 就說 怕什麼 你報了 考不到 不用死的 他說 他說 因為那時候 我跟他學唱歌 也學了一段時間 是一位收下人老師 他說 唱歌是講節奏 我覺得配音都是講節奏 不如你去試一下 那我就變成 那時候 真的膽粗粗 就去考 有僥倖 取錄了 然後就進去訓練班 然後 畢業史又考到 但是我記得 初初我的機會率都小 因為那時候我的聲音 是他們說 雞仔聲 只不過當時 有些道配 就說 是啊 他是雞仔聲 配不到大人 但是問題 就是說 現在我們的阿哥 阿姐 都沒有空 幫我們配音樂影片 都不想回來 星期日 那就找小女兒來磨 當然我是後期才知道這些故事 於是 就是這樣 就開始了 我自己的 一些配音樂工作 配音樂 即是都是配日劇 或者卡通片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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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我自己 第一套 叫做 擔整的 卡通片 就是 曼里緝七 他的男生 他的兒子 你覺得 這個 配音訓練班 真的對你日後的配音工作 影響大嗎 大 因為真的從零開始 然後 然後 去教你 怎樣運用 聲線 怎樣融入 角色 很多人不會覺得 配音和播音 好像一樣 其實 根本是兩個世界 用的技巧和所有的東西 都不一樣 嗯 是啊 因為播音你真的要 我很坦白 要一把漂亮一點的聲音 是用你的聲線去吸引人 但是配音的時間 我經常不覺得 你有一把很漂亮的聲音 如果你太漂亮 你太突出的時候 你反而別人聽來聽去 就會覺得 你融入不到的角色 我覺得配音最重要的 就是 你觸摸到那個演員的神髓 他的語氣 他的語速 然後 你將他的神髓 加回 就是做出來 其實你是要甘心做 以做一個 真是一個配角 配角 是啊 一個 一個服務者 然後 你是不是去了街市 有沒有 有 有 我們當時 是 我想 如果年輕你當然不知道 如果是有些年紀 我會記得當時 周梁淑儀女士 帶著社會名 帶著 柳天賜 一群精英分子 去街的電視 那 當時 我就剛剛 在 GVB配音組 那裏 都是他們一些 給了很多空間 叫做 力捧的一個藝術 而當時 配音主管 就是石少明的太太 他就會覺得 你跟我去街市 因為你在這裏 我們一直都有 很悉心去培育你 我們個個都走了 沒有人照顧你 所以我 也有過了 那個時間 那裏是另外一個故事 我想這些故事 我們留下一次 下次再說 我們下次再聊 或者再聊一下 配音的生涯 好 我們下次再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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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聊